一日练子宫 回刀子宫 我为了练葵花宝典的功夫 回刀子宫了 对 就是这样 说是别人问起 你就这么回答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萧长哥暗自高兴 想要当一个出色的医生 不仅是治病救人 还要医病医心 所以他平日里 还兼修了心理学 以及催眠术 并且小有成就 通过催眠 短时间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 你困了 就睡吧 梦中一定要记得 葵花宝典 欲练此宫 挥刀自宫 萧长哥说着 看着苍云木 闭上了眼睛睡去 苍云爵不露声色 将全程看在眼底 不由的心生疑惑 这萧长哥 演的这是哪一出啊 好了王爷 你叫人将王爷送回去 上太医诊断 不过我估计啊 这王爷后半生 就要变成太监了 这王爷后半生 就要变成太监了 萧长哥忍着笑意 心情大好 穿越的第一天 教训了一个流氓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一切都叹为观止 这个女人居然这么的不可思议 你确定这样能行 我保证明日请来 凌王自宫一事 与咱们无关 苍云爵冷恨一声 对着门外喊道 江术 话落 一个身着王府 示威服侍的男子 走了进来 江术对着苍鸣诀 微微一礼 苍鸣诀道 江术走过去 看见床榻上的匕首 和被割下的命根子 还是诧异了一下 然后掏出一封手帕 将两样东西给包了起来 然后抱着昏过去的 苍鱼木走了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